记者陈慧玲台北报道, 5月天人生无限公司巡演, 昨晚在新加坡国家体育馆吸引4万粉丝朝圣, 在当地媒体访问中, 大家也重提10年前阿信神预言马莎会有双胞胎这件事, 马莎给了惊人答案, 原来喜货龙凤胎, 竟然真和阿信有关, 在马莎公布喜货陆克, 利亚龙凤胎之后, 网友翻出10年前阿信上节目谈话, 当时阿信笑言, 到时候马莎都双胞胎了, 预言无比神准, 这次到新加坡, 5月天再次被问到这神奇话题, 阿信被问当时是否真的说马莎可能有双胞胎, 阿信笑说, 我是说可能吗? 我说一定, 搞笑鞠躬自己预言神准, 怪兽则补充, 其实这不是预言, 10年前阿信这样说了后, 马莎以这个为目标, 这是一个奇局, 马莎一直很努力, 其实马莎才厉害, 充满人负喜悦的马莎则说, 不是他, 阿信, 预言, 这是我的努力, 阿信规定事情我都会做到, 你接下来要规定怪兽做什么? 似乎希望阿信快点预言怪兽合适当爸爸, 而阿信笑说, 我可以做接下来新的预言, 会很准, 我预言我们接下来很快的时间内就会到泰国开演唱会, 而且所有观众都会很热情, 5月天也正式宣布将在9月8日于首尔, 10月6日到曼谷开唱, 阿信的预言果然快速成真, 5月天新加坡开唱, 吸引4万粉丝欣赏, 相信音乐提供, 马莎刚爸爸心情超级好, 相信音乐提供, 请不吝点赞,